大家晚安 欢迎收看这一节台式新闻 全球现场 西南气流发威高雄山区 今天下起了滂沱大雨 其中的六规区累积雨量超过了500毫米 引发了土石流 整条马路都是碎石 接到严重的积水 淹到了小腿渡深 甚至还有民宅 土石直接冲进了家里 时间就在凌晨3点多 吓到当地住户 整晚睡不着觉 大块土石伴随着泥水 滚滚而流 连日豪雨造成高雄山区出现土石流 受到西南气流影响 在高雄六规山区 这边是下起了滂沱大雨 那可以看到这整个街道 全部都是积水 水一度是淹到了小腿渡 高雄六规星星里 整条马路都是从山坡 冲下来的碎石 满目疮痍 Jimmy拿着扫把工具忙着清理 再往山上走灾情更严重 富老温泉区的第三山路上面 现在整个都是泥流土石流 都流到路上了 海水坡都淤漆了 这个土石流都算流下去了 温泉山庄旁边 泥水不断倾泻而下 夹杂大量吐石 而另一头的民宅黄河滚滚 真的变成我家门前有小河 甚至有其他民宅土石之间冲进家里 其实要撤离 我们早上本来要去新竹找儿子 结果那个道路不通啊 要遮回来 那现在好像有通了 我们想要出去啊 认识你把房间的住啊 房间比较好啊 你看 是什么时候冲进来啊 上面三点多的城市 整个地板凝凝不堪 从客厅到房间都是一样惨况 土石突然冲进家里 实在把人吓坏 当地居民整晚不敢睡觉 强烈豪雨造成山区灾情不断 清理家园恐怕需要花上一段时间 记者陈学王爷宇 SNG小组高雄才能报道